大家好,我是一禅 今天一禅想跟大家聊聊 这,才是忘记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这世上最痛苦的事情之一 就是深陷在回忆和后悔里 明明你们已经无法再有交集 明明你们已经无法回到曾经 却终日沉浸在低迷步行之中 人们总说 时间和新欢是忘记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却没有想过 这其实只是用来自欺欺人的一种手段 时间只能冲淡你的痛苦 新欢只能覆盖你的伤疤 你以为你放下了 却又被曾经的回忆搁得深疼 其实,你一直没有得到解脱 你不停地怀念着过去 只是因为你现在过得没有从前好 因为现在不好,才会想念从前 因为现在不好,才会渴望从前 原来忘记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自己过得比以前更好 你忙着取悦自己 没有时间流泪 你忙着追踪梦想 没有时间痛苦 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时候 你甚至会感谢他曾经的离开 让你得到了拥有美好的机会 人生的道路上要往前看 你跑得越快 眼泪就只会留在身后 而你的面前永远只有阳光和希望 我是依禅 喜欢我的话,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